看我干嘛我是垃圾啊 看我干嘛我是垃圾啊 好咱们再退一步说 我真的菜我真的垃圾 你可以不看的 是不是 你可以不看的 你为什么要看一个垃圾 你真的可以不看的 可是你看你要骂我 你干什么呢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八王打烊的 得决98的比赛 八王啊你还是在97圈里舒服一点 不要出来圈外了 圈外的话很容易挨揍的呀 每一次压王打八王都是用一些怪角色啊 怪角色取胜啊 胜之不武啊 哎这波打到一个腾转了 做一下大宝剑 这下防得不错哎呀落地 又乱动了啊 八王这边打压王啊 要很轻松反正就是一个篮球 加两个位号 好 向下 一直转过来 好闪身抓一下 漂亮 和和落地层左右走 帮的正希到酒吧 发现没什么用了 我也能力上 再一次做大宝剑 每一个游戏的话 你都得去深入的了解啊 不然遇到一些怪人 你是真的不会打啊 比如说以前你刚玩97啊 也很多怪人 你也不会玩 你玩多了 你才知道怎么打 光现在就在这种 这种水平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打 好 圣龙 靠自己朴素的理解来打 这个酒吧 感觉要穿三 小风找不到 有失败动作 我以后裸杀还好近了 快也再补一步跳CD 这下裸杀 重招 再次做大宝剑 给帮松松鼓 厉害啊 点赞接着看 依旧是篮球加两个问号 这下是游历的 游历大头 好 跳波 再来之后接生龙 二段跟上 哎 这不起身是想拉消风 我就是啊 这是97打法呀 哇 生龙可以啊 完了 下盘透透快 来不及拉下防 生龙不中 再一次被命中 哎呀 你在97学的那些东西都没用啊 游历的话 97打八神 怎么都不好打 所以说很多人酒吧啊 说这个游戏平衡了很多啊 你看游历都这么能打 所以就打出来 我要打一下 继续点赞 点的你动不了 直接被打晕了吧 真舒服啊 很多人都喜欢看霸王埃咒啊 对啊 很解压 霸王有很多埃咒粉的 好 化一个手波 圣龙 圣龙 又想打内枪 圣龙二段跟上 哎呀 菜包 菜包子啊 嗯 不错 有点基础 好 粉刷头 没了啊 再把创伤了吧 哪里 好 关注修修 不易走掉啊